請注意以下片段並非AirPods 眼鏡和口罩廣告 但如果他們想找我們下 也不去 有些人在這裡 好嗎 我車上去打 混蛋 打車了 沒有打 是 沒有打 沒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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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手袋和打機 在這裡 大家等下 不要緊 不要緊 没想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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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拉着我打死你 混蛋 傻傻 傻傻 哇 因什么解救这位6.3年轻人 大战黑衣中年阿叔 原来是因为欠位 不过就不是欠座位 而是欠站位 看回屯门下午1点左右的气温 最高有成34.6度 计算湿度 看感温度去到41度那么高 不知是否太热 连个人都粗一点 有目击的乘客跟我们说 说这一天下午1点多 在轻铁天月站见到他们两个 想逼上开往天荣方向的列车 就是逼上车了 怎知双方碰撞了一下 就拉兴了6.3仔仔 初次那个6.3仔仔仔 已经迫起他几下 以及想动手 之后有第二次退撞 就是买车停一下 坐着车 老一点的又挨到过去 那长辈没什么出声 那帝是那帝 开始动手摁他 最后就开始打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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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间有个叔叔 按住了6.3 那6.3仔仔仔仔仔还想到从前帯 sur traverse 但再被隔禁们三中 cuc胞 拉着了 车本来很领�b真的 其他是其他人 以状况 undertook 有更多人了,不止他們兩個 他們應該也有幾十秒 他們站在中間的位置,應該也有很多人 其他人有沒有受傷,在影片就看不到 不過綠三仔頸就有一條紅色印 黑三叔左邊拳骨位都紅紅的 不知道真的打的時候弄傷 還是純粹打到臉紅而熱才這樣 但是可以肯定有一件事真的跌過落地 就是黑三叔那副黑框眼鏡了 還被勸交的叔叔踩了至少三腳 不過黑三叔縮起來,副眼鏡竟然最後沒事 他還帶回來看電話 而綠三仔就疑似戴著AirPods來打架 跟他的罩一樣都沒有掉 最後還放進盒子 港鐵回覆我們查詢的時候 就說暫時沒有收到相關報告 PPRB也說天水圍分區沒有收到同類報案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喜歡的除了給Super Thanks 還可以每月128元訂閱我們 支持Channel C出更多的影片 下次再見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